大陆武汉肺炎疫情迅速升温 1月23号先是武汉封城 湖北省接着封闭 2月4号浙江省的杭州市 乐清市和林波市 河南省郑州市 山东市 林仪市 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 福建省的福州市 甚至就连古都 人口800多万的江苏省 南京市和许州市都寄出封闭式管理 总计多达27座城市 采取人员和交通管制措施 封城效应扩大 根据公开资讯 鸿海集团在郑州就有四家子公司 iPhone生产供应链大受影响 杭州投资台商 包括国内玉龙投资95亿 华星 台泥统一都有布局 南京市则有国内台积电 12寸晶圆厂设厂 一旦全数停工 影响手机营收高达3% 武汉肺炎的话 对全球的经济都有很严重的影响 无论是货物跟人的交流的话 中国跟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几乎停摆 江苏省南京苏州都是台商投资大本营 江苏昆山更有小台北支撑 就怕武汉肺炎疫情止不住 2月9号后能否顺利复工 将是观察重点 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话 会加快这个速度 而且把这个分散的程度 这是供应链从中国分散到其他 全球其他地方的这个程度 深度还有加快加深 中心院评估根据过去SARS经验 制造业订单在疫情过后将回补 但忘记旅游泡汤下 服务业的影响就很大 更影响民众消费信心 新台电视黄粮节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